吴当圣女 就是以他为蓝本的 天地清酌分辨以后 福西 女娲各修道德 各有所成 吴当圣母虽然也有些修为 但总不得要领 恰逢此事 通天立教 光招门徒 通天教主可是红军最疼爱的弟子 如此万载难逢的机缘 吴当圣母当然不愿错过 虽头到通天教主门下 成了他第四个清传弟子 通天亲自赐好吴当 为什么叫吴当 吴当有不恰当 不相臣之意 而之所以通天教主都认为不恰当 不相臣 不过是出于吴当圣母的出身 来历表示谦虚而已 毕竟福西 女娲也是圣人 必要的尊重还是要有的 师徒二人就是如此相得 从此 吴当圣母就在东海 自治牙庇佑宫 跟随通天教主修道 如此千万年之后 吴当圣母本来就抵御雄厚 如今得到通天教主的亲子之道 更是修成一身道法 与他的师兄多宝道人 精灵圣母 归灵圣母一起 成了通天以众的左膀右臂 可以说通天教主的四大清传弟子 是各有所长的 多宝肉身强悍和精玉炼器 精灵心思缜密并战利惊人 归灵性格暴躁兼水火通修 而吴当圣母呢 道心坚定 无法不休 也就是说 四大清传弟子当中 他学问最渊博的 也正因为如此 吴当圣母游受通天教主器重 吴当圣母在封神中 几乎是至为神秘的存在 通天教主的四大清传弟子 多宝道人被擒 精灵圣母被暗算致死 归灵圣母被行神俱灭 各个有来历 有去处 唯有他 万仙正中逃跑 万仙正中不知所踪 可他真是不知所踪吗 结教众仙 众情众义 吴当圣母作为通天清传弟子 更是其中的翘楚 表面上看 吴当圣母的逃跑 似乎是胆小懦懦 然而事实上呢 细细分析 里面其实大有玄机 通天是圣人 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 最起码是可以前置的 当时因一世不愤 摆下万仙正 几乎是清朝而出 四大清传弟子当中 多宝道人早已被老君抓了俘虏 生死不知 精灵圣母 因善于排兵不振 万仙正还离不开他 归灵圣母 性格暴躁 显然难当大人 如此想来想去 也只有比较全面 而且为人也十分机敏的武当圣母 更何况 他与福西女娲关系匪浅 只要无当圣母 别做得太过分 各方面不能不给他一个面子 万仙正中 神功报也跑了 却在半途被原始天尊 抓去塞了北海燕 唯独无当圣母的逃跑 之后却来了个不知所踪 不知所踪到连圣人 都不知他去了哪里 其中无当圣母 刀法高枪固然是一个方面 但另一方面 何尝不是因为 无当圣母身份的关系 圣人们可以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于是万仙正之前 通天教主便如此 这般安排一番 允许无当圣母 可以择机逃跑 不必在万仙正训难 以便留一线生机 留结教一份道统 并未将来的大事准备 正因为有通天教主的交代 所以万仙正中 无当圣母看情况不对 独木难知 才毅然决然地逃了 他的逃跑 貌似非常胆小 其实并不是 不过是通天留下的 一招暗期罢了 什么暗期 万仙正后 通天教主身边 只有二三百个散仙 当年万仙来朝的局面 落得如此凄惨 虽然他也曾发狠 要立个地水火风换的世界 但万仙正动静 折腾的那么大 果然 红军道祖真的降下凡尘 为三人讲和 在让三人各腾一颗 预防反悔的轰盛丸之后 将通天教主带去紫孝宫 从此 通天教主再也不能有所作为 但他留下的那颗棋子 就要发挥作用了 而这颗棋子 就是可以择机逃跑的无当圣母 封神之后 无当圣母到底去了哪里 原因无他 通天教主是能窥拨天机的圣人 他已经算出 天地精华正孕育着一个天产圣人 而这个圣人命令为妙 注定与天地不合 此时他尚处于混沌之际 混沌之际意味着浑石蒙寐 就犹如一张白纸 谁最先画上一笔 他今后必将按谁的意志行事 圣人都已回宫 三界之内 还有谁是无当圣母的对手 通天的想法果然不错 无当圣母从此就 看护那个天产圣人去了 这位天产圣人的胚胎 坐落于三岛之来龙 十周之祖脉 是天地间一等一的洞天腹地 本来会有很多先佛争夺 但无当圣母坐镇于此之后 别人只能取消打算 由着天产圣人一天天的成长 如此千年以后 天产圣人出生 正因为天产圣人的魂石 从混沌到开明之际 融合了无当圣母留下的 无限覆念 所以这位天产圣人 很自觉地以猿猴为数 出生就是猿猴的形状 没错 这位天产圣人 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孙悟空 孙悟空出生后 由于天生法力宏大 所以引起三界万方的关注 无当圣母为不引人注意 只留下四个跟随千年 异常机灵的属下 脱身山中不死灵猴 帮助孙悟空成长 求道 也正是在四个不死灵猴的帮助指引下 孙悟空才到新发盟 海外求仙 最终求道菩提祖师门下 炼成无限神通 孙悟空的本事虽然是别人教的 但菩提祖师也不过 起了个推波助然的作用 也就是说 即便没有菩提祖师 孙悟空仰仗一身宏大的法力 照旧能化腐朽为神奇 无当圣母所关心的 只是孙悟空的性格 孙悟空呢 也因为受无当圣母的影响 一出生就不服管教 不讲规矩 一个不服管教 不讲规矩的人 偏偏还有弱大的神通 三界 尤其是天庭还能允许他的存在 于是 不可避免的争斗就此开始 直至带来三界大劫大闹天宫 所以封神之后 无当圣母去了哪里 他其实没干别的 潜藏在花果山中 专心看护 培养孙悟空 直到孙悟空大闹天宫 引起天庭与西方的对立 三界气运发生变化 结教又有了一线生机 无当圣母的任务终于完成 于是便随之改号离山圣母 在天地人三界开坛讲道 传播结教教义 寻找新的机缘去了 世间诸实有所为 也有所不为 未为一份嘱托 一句承诺 坚守千年的 忍耐千年 这才是真正的结交弟子 通天教主当年 真的没看错人哪